凌晨天台沒亮 一大群人不睡覺 在馬路飆車競速 甚至還有人沒戴安全帽 即使猛村油門 地面上冒出陣陣白煙 他們不只飆車 還玩燒胎 車友全吃瘋狂 到早上他們還不滿足 換個地點繼續在馬路上加速狂飆 現場到處都有燒胎後的痕跡以及噴漆化的起跑線 三朝深夜十一點多 花蓮警方擴報 有一群人企圖在秀林鄉封街飆車 立刻前往現場驅離 但這群人不罷休又南下進入花蓮市區 在凌晨時段分明在壽峰跟鳳林糾團飆車 事後還囂張PO網 後續將依搜證資料以刑法第185條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6條 第43條嚴格查辦 警方查出這群人從桃園出發 趁了跨年廉價相約街頭禁訴 他們利用小貨車將無牌的改裝機車載到花蓮尋找地點飆車 目前業姓貨車車主已經到案說明 警方將持續揪出其他涉案人員 凌晨燒胎禁訴 除了將池上行則外 還可能支付三萬元的高額罰單 最後車輛也將被依法末路